Excel技巧9是要教大家把不同储存格当中的文字 把它合并到同一个储存格当中 那这个功能呢怎么使用 可以分成两个方式 第一种方法是利用n%的方法 那那个n%的方法要怎么使用 就很像我们在写公式的方法一样 先写等于 看你希望说把哪几个格子里面的资讯 想要合并在同一个格子 比如说在这个画面里面 我想要把姓名加地址 全部都在同一个格子里面呈现出来 这时候你就可以点选姓名之后 利用这个符号n%的符号 去连结它的名字 连结完毕之后 如果你中间希望说能够用空格隔开 这时候你可以再加一个n%之后 空格的部分可以利用双引号的方法 看你要空几格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空三格 利用双引号的方法把空格夸起来 夸起来以后再利用n%的方法 再继续把游地区号以及地址 做一个连结的动作 这样子之后你按确定 你就会发现你在同一个格子里面 可以把这四个格子的文字合并在同一个格子里面 你只要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利用快速点两下的方法 你就可以把底下里面的储存格的资料 也合并在一起了 这种方法是利用n%的方式 如果你希望说能够利用公式的写法 那公式在这个画面里面的文字也有一个函数 专门是用来做串接各个不同储存格里面的资讯 而这个功能叫做Concatenate 那方法也是跟刚刚的动作一样 点选里面的文字储存格 中间如果你也是希望能够空格 也是一样在这个栏位当中 按你想要的储存格格子 它会利用这个画面里面 利用双引号的方法 帮你把空格格开 这时候 你的操作模式也跟上面的方法是一样的